你是想成为像贾玲那样的角色吗 就是喜剧效果 对 我想就是 因为我本身我就就是特别带有喜剧的感觉 你会说段子 会说到说不上 但是就是说我可以现场来表达一段 来一段 今天呢我要用我的家乡画呀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大丹栋 基本上就来我们丹栋市 第一个地方去的就是鸭绿江 这个鸭绿江的景色就是特别特别的美 丹栋的美食 就是海鲜 那个海鲜的味道我跟你讲 哎妈 老棒了 大黄鲜 大连海鲜才好吃呢 你这丹栋的海鲜哪好吃呢 丹栋的海鲜老好吃了 就那丹栋的大黄鲜呢 哎妈 透飞 透飞的 哎妈 那一打开就可限量可限量了 这个姑娘的情商应该很高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如果为了企业的生存 你会和朋友竞争业务吗 我感觉如果说同行在竞争利益的话 但是如果你们俩关系是特别好 特别特别好的话 我觉得就不会在意这一点 我觉得两者一起有这种默契能配合 我觉得会完成得更好 这道题其实它考的是在你情感与职业之间的这种抉择 其实我觉得这道题针对你是特别好 就是你是感情用事可能会更多一点 在你的性格里 对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觉得你的整个的反应 你的情商我觉得还是蛮高的 我也能看到是说 你为了所谓的这个演员的梦想 你真的是在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占独立 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个好演员的话 人生何处不是舞台呢 对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够像我们的这些老板们 跟你的建议一样 拓宽一下你自己的职业道路 这供养做销售多好 对 其实它有很多这种市场啊销售啊 而且它会有很多的灵感 所以我觉得今天金会给的这个岗位 还是真的非常不错 但是他刚刚回答这个问题 我倒觉得不是很满意 因为我觉得他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专门两个点 一个是他本身没有特别多的职场经验 是的 然后看出来他读不懂 对 第二个呢是我觉得他过于的感情用事 职场当中其实我觉得朋友归朋友 但是当你面对 尤其是到了企业生存的阶段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想想 你的理性在哪里 你的专业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回答我觉得 就虽然吐下你的情商 但是我觉得我会担心这两点 来先问一下 销售接不接受 也接受 做过销售 之前做过 咱试一下 卖酸奶 行 你卖给那个卖大米的好吧 好 那个姑娘 我告诉你 我们那会儿稻田 离你们丹东是100公里 可是你的口音我听完之后特别亲切 特别亲切 那就卖吧 卖奶吧 好 来 你好企业家 我现在 首先潘岛乡 这个酸奶啊 就是喝完以后吧 就是让你的心情非常的舒畅 这个酸奶的味道 就是也是特别可口的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不喝酸奶 为啥不喝酸奶呀 是因为 因为我的这个肠胃不行 肠胃不行啊 对 那肠胃不行的话 我看你是想把那单奶给喝 姑娘你把那个你手上拿的东西你看了吗 你了解你手上产品了吗 它叫什么名字 它叫 它背面的说明是什么 它背面的结构是什么 产品是什么 使用方法你看了吗 你觉得拿到什么就卖了 连名字都搞不清楚啊 小女孩卖给自己老乡一包酸奶 这是so easy的事情 你卖给她一箱实际上她都买 你这么小她都输了 这点销售的演绎真是让人非常失望 满嘴的胡说八道 拿上来了之后 连俊乐宝的名字都没提一下 然后自己编造了很多产品属性 什么吃了会笑 满嘴根本没跑的没边 最减分的就是这个 我觉得销售对于我来说 特别的特别难 但是后来我想了一想 人力资源老师说 你现在做的 不是说你想要的 是你现在缺少 你必须要靠这个来去坚持一件事情 然后再谈你的这个梦想 我觉得其实确实是这个道理 因为年轻人嘛 对于我们刚毕业的学生来说 找一份自己稳定的工作 我觉得比什么都强 第二轮选择去坏 还有一盏灯 直接进入弹琴不上感情 是这样的艳华 我之所以流动到现在 主要是第一个看到你的这种热情的一种特质在里面 特别适合我们目前这种销售的这种节奏 包括我们的企业理念 你是东北人 我可以给你提供两个岗位 维斯分别在沈阳和北京 然后由你自己去选择 那岗位的话 就是这种传统的市场推广岗位 薪资的话 沈阳是4000家 北京是6000家 薪酬可以吗 薪酬可以 可以问一个问题 可以问一下有提成吗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问提成是吧 我不说这种销售的上不封定 因为前期你在学习阶段三个月的考察期 如果OK的话 就是基本工资加提成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觉得你选择职业的时候 不要以自己的爱好来选择 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特长 看你自己能够在某一个方面 形成这种职业的核心竞争力 而不是自己喜欢 另外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一些 能够为自己长期的职业发展 带来技能提升的平台 不要关注短期的收益 像俊乐宝也是一个 比较知名的品牌 我相信它的整个薪酬体系 培训体系都非常棒的 你如果能进入这样的大的企业里 学习和成长的这种机会 比小企业要多很多 有些人天生靠脸吃饭 你是靠性格吃饭 在销售这一块 你几乎是零分 对 你真的就是这性格讨巧 所以要把自己的性格 发挥到极致扬长臂端 好吧 考虑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君乐宝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君乐宝 去吧 非常地激动 然后也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君乐宝提供我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特别难得 我特别珍惜 专业能力不是那么的强 但是我可以去努力的学习 然后先把自己做好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发挥自己的特长 我可以去做好 我可以去做好 我可以去做好